2019年10月20号,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召开。 2万平方米的互联网之光博览中心全新投入使用。 峰会会议内容,部展场馆,活动顺序大幅调整。 新一届峰会呈现新的特点,对于安保工作也提出新要求。 10月17号,记者来到同乡乌镇,在互联网之光场馆前, 看到一台5G机器人正在进行巡逻。 我是5G巡逻机器人,欢迎来到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。 这台外表略萌的机器人功能不少,它有眼睛、耳朵等器官, 可以实现自主巡逻、车辆识别、远程喊话、危险源检测等功能。 今年乌镇峰会中,当地公安探索使用5G智慧安防设备, 实现了机器换人新概念。 同时,5G网络大带宽、低实验的特点, 使得巡逻机器人传输到指挥部的视频图像, 实现了4K超高清、超高效传图,提高了可视化指挥效率。 比如说它的眼睛,眼睛我们也很好理解, 可以采集现场的一些视频画面,耳朵也一样, 我们可以采集现场的一个声音等等, 包括还有一些传感器,可以改制现场的一些危险源, 这个我们可以认为是它的一些手脚。 利用5G技术之后,它主要是高弹观、低延尺, 那么现在可以承载我们6个摄像头乃至更多。 据了解,5G巡逻机器人可以24小时常态化巡逻, 日巡逻里程达80千名以上, 一台机器人可以完成日常10个巡逻民警的工作量, 大大解放了警力。 此外,今年屋镇峰会还精简了证件类型, 升级验证的智能化, 交警部门也全面实现查控请务信息化, 自动化、智能化。 网界我们都是通过智能验证机柜和人员验证, 这么一种方式来验证的。 今年我们在大会的一些主要出入口, 比如说像游客服务中心, 我们就增加了一个人脸识别到闸, 那么可以提供给忘记携带证件的嘉宾, 或者志愿者,或者工作人员, 给他们进行一个辅助应急的一个验证, 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一个更智能化的一个验证感受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